強力含流又一波 粉絲熱愛的韓國綜藝節目 Running Man主持區 終於來台舉辦見面會 展現親和魅力 太可愛 Running Man從2010年開播至今 積極有梗 話題不斷 他沒有固定節目形式 有時還請來大咖藝人 不計形象在節目中搞笑 節目收視率毅力必要之外 主持區魅力更是延銷亞洲 七位主持各有特色 其中在南韓 有國民主持人支撐的劉再席 更是自2013年以來 第一次出席粉絲見面會 由於機會難得 更讓這次見面會門票 開賣立刻秒殺 我本來在昨晚 我們在錄影中 其實我們在錄影中 相關的一切 是很困難的原因 觀眾 costume Running Man曾仁政 互相背叛 雖是節目常態 但其實私下感情超好 我們現在TEACH 還有 equity 記者會上完快問快答 互相吐槽 更是毫不客氣 金中國最愛生氣 宋志祥是遲到大王 沒來台灣的Gary 更是躺著也中槍 被選為最醜成員 沒有 我們可以選擇了 我們真的沒有選擇了 你看Gary的 你真的很醜 他保守秘密 我們四名中的Gary是正面的 雖然這次Runningman來台七缺二 但成員們為在台大體育館 舉辦的粉絲見面會 可是準備充分 主辦單位也特別送上 台灣形狀的蛋糕 中間還有象徵Runningman的R字 沒想到一出場蛋糕就灑了一地 雖然吃不到蛋糕 Runningman成員 還是對熱情的台灣粉絲 留下好印象 希望以後有機會 能再訪報導 中央世界的蔡玉婷 范逸佩 台北報導 回走回走